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诺鲁 当韩市长在跑港澳旅游的时候 蔡总统正在进行海洋民主之旅 前往诺鲁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通过演奏圣歌的女警仪队 总统蔡英文接受花环 还有30多名诺鲁民众与孩童 恢复两国国旗欢迎 到我们来介绍这最坚定支持我们的友邦 诺鲁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诺鲁国土面积为21.3平方公里 富裕是内湖区的三分之二大小 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 便是世界上第三小的国家 分口约10500人 是内湖区人口数的30分之一 分口数世界倒数第三 诺鲁是个非常懂建交跟承认他国主权的朋友 1980年诺鲁承认西萨国主权 华尔及利亚每年给诺鲁1000万美元 1980年诺鲁与台湾坚定建交到2002年 因为2002年诺鲁与中国建交并获得1.3亿美元捐助 2005年又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 我们政府很有钱啊 2008年得到欧盟 美国 澳洲和纽西兰的机缘后 承认科索沃独立 2009年诺鲁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提亚 波罗斯以5000万美元作为回报 我想诺鲁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了吧 靠着承认他国主权 40年内拿了150亿 平均一个国民可以拿到150万 但是想当然国民是拿不到的 我们的政府花大钱 他们的政府赚大钱 精神外交其实早就已经结束了 2019潜力创作型男温宇飞 城市RMB电器抒情曲精华之作 不能一起到最后 不能一起到最后 不是必备的借口 解脱对谁都好 七张米粉汤 饭可以乱吃 评价请不要乱给 新北市新店区七张米粉汤 日前遭网友在Google评论留下一心不评 原因是隔壁的自主餐又贵又难吃 林先生我要跟老师讲哦 你付钱付给自主餐 必先留给七张米粉汤 七张米粉汤在新店北新路一段 是老字号的铜板美食 老板的心里只有一句话 吓出鼻涕来 留了言 台湾有中国人 中国有台湾人 台湾有不承认是中国人的中国人 中国有不承认是台湾人的台湾人 挣钱吗 生意 不寒烟 寒烟 很他妈寒烟 江西那事件还在延烧 这次黄安大师兄没出手 乐言师姐动手了 他转发馆长贴文 请不想当中国人的馆长滚出去 这是你跟统促党决的规权吗 陈子汉 不要躲在台湾 来 打一场 但不是我 我说乐言啊 好歹你也是欧阳娜娜的学姐 人家捞了那么多才愿意当中国人 你把自己抹得一身红 结果人也不红也没有钱 我还没有拿到钱 没出息 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